知各位居士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们讲《学佛三药》 那么在221页 因为前面讲到身心相续 身心的结合 身心合合 死生相续 那么死生相续 那么就是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而且我们说从十二因缘法里头 因为这个部分属于身跟什么心的结合 那么就是有生之年来讲的话 等于说我们每一辈子 其实都是在换六根 所以我们脱胎换骨 换的是六根 但是我们的七八两世 它怎样 不断的在流转 在记录 所以我们说如果上一辈子 我是一只狗 这辈子是人 为什么说这是同一个生命 是不是六根不同而已 那个七八两世它是怎样 流转的 流转过来的 所以我们这辈子的开始 就是因为有世来怎样投胎 就只有七八两世来 所以这七八两世带着我们过去世的什么 无明与行 造了什么 祸跟业 因为过去 无始结以来的无明 那么造下了业力 所以会赶生我们这一辈子的什么 苦果 上一辈子 这个我见一定是没有怎样 没有断除 所以会来再怎样 会储存在我们的业力当中 然后来赶生出我们这一辈子的什么 苦果 那我这个苦果的产生呢 苦爆的产生 是因为我的七八两世先来 所以当这个世去投胎 结合腹筋母血 这个腹筋母血它是色 是那个物质体 但是呢 因为它是有精神的作用 所以叫做明色 这个时候还是血肉模糊 然后慢慢怎样 它会长得越来越清楚 是不是 身躯头手四肢躯干 慢慢长出来 甚至把眼耳鼻舌身意怎样 全部都长完 那么才出生 所以我们的出生 我们的生日会定在这个时候 其实应该往前推 我们的生日是处的开始 因为要跟进是三者合合 跟也要掌权 才能够出生 所以这段时间 没有人说是有记忆 说我在妈妈肚子里面 是什么模样 有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第六世还没长成 六根没长成就没有六世 第六世在组什么 组记忆的能力 所以我们最多只能记得什么 我们这小时候的事情 我们没办法去记到什么 前辈子 因为只有用六根是不是 它通不了 它是没有办法贯通的 但是我们说如果透过催眠 倒是有机会 或者透过禅修 会有宿命通 为什么 因为让我们的意识沉静下来 到什么七八两四 七八两四这条线是可通的 可以往前通 所以透过处之后 我们又有所受 所以这个受本身呢 跟我们的处事还是有关系 所以我常讲说这个受本身就是 大分可以叫做 心肝酸比较大条 跟心肝酸比较小条 不一样 有这个过敏的一塌糊涂的 对不对 任何一点东西 它就这样 很过敏 那有的大而化之 有时候曾经有一对父母也说 我生两个孩子 两个都不一样 一个大而化之 一个是纤细的不得了 所以不是父母生给他 是他怎样 与生俱来 如果父母能够做主的话 是不是都是生下最完美的孩子 而且生几个都应该一模一样 都优得 但是呢 就看他跟我们结的缘的问题 但是我们说结的缘 善缘恶缘 其实都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我们又开始了 我们这一本 因为有所受就会有所爱 有所爱就会有所取 有所取我 没有继续遭作 所以我们就在爱取当中呢 我们又开始获 我们之所以获的关键 其实是在我见 自我做出发 所以我们讲了很久以来 其实一直在讲杂染的问题 有没有 杂染也从我见来 只要从自我做出发 我们就容易糊涂 所以我们说 从凡夫众生发菩提心 一直到超凡入圣 何谓超凡入圣 他必须断三节 他这三节就包括了什么 我见节 仪节跟借进取见都还好断 这个都算比较容易的 我见是最困难 因为它牵涉到第七意识上面 它是流转过来的 它是流转过来的 素世节以来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性 所以我们的我见非常难 所以为什么 我们从发菩提心 一直到超凡入圣 竟然要经过一大阿生期节 一大阿生期节有多长啊 数不尽 又叫做福石节 什么叫福石节啊 有一块八百里立方的大石头 八百里立方有多大 比台湾还要大 正立方的大石头 三年用天衣去磨它一次 不是菜瓜布 天衣 我们人间最细的布 都还不及天衣的细 你看要多细 而且就磨它一次 把它磨到没了 叫做一个福石节 就叫一大阿生期节 多可怕 为什么要这么久 就为了解决我们的我见问题 我的我见没有解决我们就不断地一直感应生死 这辈子完毕再继续再继续就一直在货业苦货业苦里头打转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段文 说我们的业 我们的业呢是从什么 从祸而起 对不对 因为有祸才会去造业 所以要断除了祸生死就能解决 但是呢我们的祸最主要的就是充满了我见的问题 所以这里说什么是祸 它是烦恼的别名 烦恼的别名 也就是我们的内心种种不正当不清静的分子 很多的种子在这里头 而且呢我们这里看到 第五行说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我见 就是我见 做善做恶一般都是为我而做 对不对 为我的生活 为我的财富 为我的健康 为我的民欲 权利 地位 种种种种 乃至到为我的国家 为我的民族 都是为我 是不是 所以呢 这里说 当然造恶业是由烦恼所起 即使造善业都还难免怎样 还是离不了烦恼 尤其造善业 我们最基本的 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要来拜拜 修功的 为我来修功的 是不是 也希望能够累积一些善跟福德因缘 那所以这种的善来讲的话 还是一个什么 杂染的善 甚至有的企业 他有时候也为了企业形象 对不对 他也捐款 但是呢都一定要写上 某某企业捐献 这是不是还是为我的什么公司 都还是比较是为我 所以我健在作税 就是因为我健在作税 所以这个我健呢 它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力 所以在222页 第5行 我健的表现 我的意义就是主宰的 我呢会觉得 我是单一无二的 我希望能够怎样 不变的 我能够长生不老 尤其贵为皇帝 更是舍不得死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什么 生死的根源 是罪恶的根源 那么每一位众生 在道书记五行 的身心 不管是人或者动物 为什么会形成一个一个一个的个体 还是因为什么 我健 还是因为我健 那么年轻人结合成一个家庭 也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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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都是一个一个一个 因为我们都有单一的倾向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自信望值里头 一直在破除什么 单一嘛 破除不变 破除什么 主宰 就是因为我们很深沉 其实我们一直喜欢是一个一个 所以我常常讲 这个叫做一和相 只能叫做一和相 一个家庭是不是也是合出来的现象 是众多姻缘合出来的现象 我们的一个生命 是不是也是众多姻缘合出来的现象 所以我们都说 我们叫做友情众生 有没有 我们是众缘合合而生 所以这里讲到说 就算我们老了死了 身心组合破坏了 但是还是因为我健的关系 所以会引发 以我健为本的什么 善恶业力 又去感得一个什么 新的身心组合 新的个体 有没有 所以就不断这样子 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好 那么在223页的第六行 有没有 因为所谓的圣者 不像我们以我健为中心 所谓的圣者 其实他就是断了我健 才会变成圣者 我们之所以为凡夫 就是我们拥有什么 我健 所以圣者不像我们以我健为中心 那么以我健为中心 就会集合成一个一个的个体 一个一个的破坏 又一个一个的要求延续 所以我们对我们自我的爱 乃至到什么后有爱 自我的身心瓦解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 但是我们又会去怎样 延续我们下一个生命的来临 因为我健没有断除的话 他的杂染 所以这个我健其实是从什么 从第七意识的杂染来的 所以呢 在223页倒数第二行 总之 生死有业 业有烦恼 烦恼的根本就是什么 就是我健 所以我们要解除的 是不是就是我健的问题 所谓的涅槃 跟我健一定是怎样扣在一起的 好 所以第三节 涅槃的一般意义 第一个就是要怎样 断惑 我则得涅槃 所断的这个祸 的主体是不是就是我健 其实就是我健 所以这里就讲到说 要解脱生死必须要断烦恼 那断烦恼的根本就要从什么 我健下手 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讲信空信空信空 信空 这个空 其实就是在针对什么 我健 因为这个我健就是认为我们是单一的 是不变的 是主宰的 对不对 所以要用什么 破除法 来破坏它 来断除它 所以才能够体验到所谓的不生不灭的境界 叫做涅槃 要间断烦恼 所以要到我见为本的烦恼断尽 那么发业的力量就会怎样 会消失掉 会消失 所以生闻圣者出国 它会是一个了脱生死的最大的关键 就是因为怎样断了我见 但是它后面还会有一段生死 出国之后还要七来生死 一来生死 然后不来 才算是怎样了脱生死 为什么还会有这么一段 这个很像什么呢 一棵大树连根拔起 树倒了 但是它上面的绿叶还在 它会假活一段 因为它树干里还有水分 树干还有水分 它已经不再去吸收土壤里面的水分 但是它树干本身是不是还充满了水分 它要等这些水分都枯干掉 干枯掉才算整棵树 这个死亡 因为它还有鱼的什么 这个水分的关系 好 所以呢在2204页的倒数地五行 这里就会讲到说 不管是大公无私或是什么 但是都还是不免以我为活动的什么 主力啊 就像一般的我们说这个政治人物之类的 但是唯有圣者就是从最深层的智慧当中通达无我 才是最高的德恨 所以这里的通达无我 我见消除烦恼不再急 生死才永得解脱 所以很多人误会说以为死了才叫涅槃 其实呢 也有所谓的有余涅槃 就是说我们的身心还在 一样可以去体会涅槃 所以这里说真正的涅槃 绝大多数都是在生存世间的时候 早就已经怎样体验到涅槃了 身心还在 但是我见已经怎样降服下来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涅槃 所以这里就说 真能够破除我见体正涅槃来讲的话 那么一切也都还是可以感受到 那种自由自在无挂无挨的那种意境 那个就叫做涅槃 那个叫做什么 有余衣的涅槃 也就是说我们还具有身心在 所以这里讲到225页说 现在的地址很少 很少去想说现身得涅槃 不是根基太顿就是太懒散了 因为把什么生死这个问题 推到死的以后 以为是涅槃要等死了以后才有 所以老师也举了一个例子说 有一个比丘 他独自传作修行 有个外道见了他说 一般我们都会想说 你是不是在修来生的乐安乐 但比丘说不 我修的就是求现身了 有生之年就可以透过对我见的消除降低 而感受到涅槃的发喜 所以这里说这是学者现身所能到达的 现身就能够得大自在大解脱 但是无奈我们的世人跟顿 不肯精进 所以这种念头反而慢慢地转了 以为样像都要等来世 其实现在就可以 所以佛教的本意是注重什么 现身体验 要现身正的涅槃的 现身正的涅槃 尤其是什么菩萨 菩萨其实他现身现身 他的生生世世当中 他虽然在生死之流 他是不是一样可以感受到涅槃 所以他才说生死即涅槃 是不是 他才可能长长久久 并不是说一定要他死了才能证涅槃 那这个也容易断了菩萨道 所以断祸就能够得涅槃 第二个可以透过夜尽报喜 夜如果尽报自然喜 那也一样可以如涅槃 所以可以从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断祸 一个就是等夜尽 所以我们的生死生 都是由过去的夜里赶来的 所以我们的未来生 也从我们现在的夜里赶过 赶去的赶到的 所以能够在倒数第三条说 如果能够正无我 断烦恼得涅槃的话 我们的夜里就不再起作用 生死的连锁就从此而截断 这个就是什么 生文圣的方式 他正无我 所以生文圣他正出果 二果三果四果 他是用正的方式 就是相互的去验证 但是我们说菩萨 他不能用验证的方式 因为一旦验证的话 是不是就脱离了生死流 所以菩萨用什么 用忍味 这也是生文圣跟菩萨胜的 一个很大的不同 生文圣用什么 正果 正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但是菩萨呢 用忍味 我们说从音响忍 柔顺忍 无声法忍 是不是 这个忍是什么 对佛法深层的确认 希望从理性当中 跟什么 生活的事项 能够怎样 结合在一起 是确信无疑的 对不对 是真俗无碍的 是理事圆融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他用忍味 跟生文正味是不一样 所以生文他正无我 他就能够断烦恼 得虐反 那么他业力不起作用 就能够怎样 切断了生死的连锁 那么226页 226页的第五行 这里可以知道 其实要知道 有业要赶果 其实都还要有什么 要有助缘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 已经下了种子 不见得一定赶果 这里就讲到 这里是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他说 如同黄豆 它会不会生亚 会不会发芽 会不会生出黄豆 谁都说会啊 只要有种子 是不是就会生出那个 种 豆得豆 种瓜得瓜嘛 对不对 好 那么 导师也讲说 是 黄豆会生亚 生亚 也会生出黄豆来 但是 但是黄豆的生亚 结果 还要有什么 具足种种因缘 要有种种因缘 那要有什么因缘呢 比方 这个豆的种子 没有变坏 一旦变坏 它是不是就没有机会结果 还要呢 有适当的温度水分 空气流通 对不对 好 那如果 这个种子坏了 或者没有水分 对不对 没有养分 没有温度 那么空气不流通 它是不是也闷死掉了 那也不会怎样 长出果报来 结果来 好 所以这里就讲到 业力之所以会赶生死 也要烦恼来为它 做资生的助援 这个很重要 是烦恼在做助援 而且在烦恼当中 我们说它最主要的主体是什么 我见 所以我们说 如果断烦恼就没有助援 业力就会怎样 无力生果 所以也能够透过什么呢 业禁报喜 那么也一样 能够入涅凡 所以所谓的业禁的禁 不是没有了 而是怎样 过去的 不再起作用 那个种子坏了 因为 以 生文的正果来讲的话 它就是透过断烦恼 断烦恼 因为没有助援 就算它以前 是不是也种了很多的种子 没有助援 这些种子就无从怎样 生根发芽 长大 茁壮 开花 结果 对不对 只要没有助援 没有水分 枯干死掉 所以我们的烦恼 说实在呢 是滋长我们未来果报的 是很重要的助援 所以知道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烦恼 是不是不能任意起 但是我们又把握不住 因为一旦想到我 烦恼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 那怎么办呢 要透过什么 佛祂告诉我们的圣神法义 对不对 要去想通这一些 一方面当我们想通一些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起烦恼 是不是会稍微比较去怎样 防非止恶 对不对 会去比较防止它 然后让我们的善的种子呢 比较能够怎样 升起 比较能够升起 所以呢 在227页 倒数二诗第七行 这里也讲到说 出家人死了 一般就说某某和尚入涅槃 这里说这实在太恭伟了 真的说要入涅槃 要讲到原集 这个都是真的都是非常尊贵的 都要是他生前 真的是一个大智慧者才有可能 因为我们说 所以为什么一直讲说 要了生死 入涅槃的关键在智慧 是因为透过智慧 智慧是光明的 才能够对峙我们的什么 无明烦恼 所以这里就讲到说 如果我们不断烦恼而死去的话 一定会怎样 死生相续 要涅槃谈何容易 那么怎么说能够入涅槃呢 就是要当怎样 破了我见 断了我见 那才会断尽烦恼 正入法性的时候 那么才名为什么 得涅槃 正入法性 所以涅槃是亲切的体证 而不是 但是还不是说能够没有苦 当我们说像 比方说一位高僧大德好了 这个他是一位大智慧者 我相信我们应顺导师 在他有生之年一定 也能够体会到所谓的什么 有余涅槃 所以他非常的淡薄 世间的这些名分地位 对他来讲是不是都没有什么意义 他有生之年都尚且如此 不要说是这个原籍之后 是不是 对他来讲其实你说真的是巴风吹不动 外在的不管怎样说他 或者怎样恭维他 或者怎样就算毁谤他好了 对他来讲没什么差别 是不是 但是因为他只要有他的身体的存在 他饿了是不是还是要吃 冷了也是得要穿 也是会生病 还是会生病会疲劳 会老会病 不过他比平常人不同的就是说 虽然身体有苦 但是他还不至于引起他的什么 优悲苦恼的辛苦 所以我们说 身可以苦心可以不苦 身可以死 心可以不死 这心为什么能够不死 透过七八两岁 是不是他还可以延续下去 但是这个要非常的深沉 那真的是要下过功夫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有余涅斑 有余就是 这个有余 余在哪里 有生的存在 有生之年 色生是不是还存在的 一旦有色生其实是避免不了生老病死之苦啊 纵然之胜者 一样 只是他所受的苦跟我们所受的苦的程度 是不是不一样啊 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我见的关系 我见越深所受的苦越深啊 而且我们的苦啊 往往是辛苦比身苦还严重啊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这个 生 离不开 生老病死 但是心倒是可以有一些解脱跟超越 心可以先解脱 先超越 叫做什么 有余涅斑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断祸及德什么 涅斑 到最后死了 因为还是免不了要死亡的嘛 像应顺导师原疾了 那么这个身心的组合离散了 那么 不再隐身新的自体 新的苦果的话 就叫做什么 无余涅斑 因为如果正涅槃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他是不是透过七来生死 不来生 一来生死之后就不来生死了嘛 就完毕了 他无余了 因为不再受到什么 色身的组合的问题 为什么他能够色身不再组合 是因为他的我见放下了 断 断我见的关系 所以叫做业尽报喜 业尽报喜 折入涅槃 那么这个是什么 无余一的涅槃 无余一的涅槃 好 那我们来想想应顺导师 他是会去正入无余一涅槃吗 导师很清楚的讲过 他要再来人间 所以他是什么 他是菩萨 他不是正什么 身文的涅槃 不是 所以在导师的 《七里七七之人间佛教》 有没有 最后那几行话 看了真的非常的感动 他说我的身体衰老了 但是我的内心却充满了 初级大圣 那种受众佛法的喜悦 他愿生生世世 为这苦难的人间 怎样献出正觉之印 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 那种菩萨道恩 所以菩萨的 所谓的菩萨的涅槃 都是有余一涅槃 不是无余一涅槃 菩萨他是透过设身 才能够来度化众生 跟众生能够在一起 但是他在有生之年 他所受到的 他还是可以怎样 断货 折入涅槃 但是他不断细货 断出货 出货也定断了 出的烦恼那不用讲了 所以如果那种真的是 像导师这样的一位大圣者来讲的话 他不会有出的烦恼 但是他会保留什么 细的烦恼 叫做流祸润生 他必须要留下细祸 在感召未来的生死 他不是因为自己看不开放不下 而是怎样 为众生 对不对 为了利益众生 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怎样流祸的 那么就属于什么菩萨道上面的涅槃 所以菩萨道上的涅槃来讲的话 如果是在这个出地来讲 这个都还是最基本的 对不对 将来他所振的涅槃是越来越怎样 那个量越来越大 刚开始只像一线的曙光一般而已 对不对 慢慢的慢慢的扩大到最究竟的圆满 那这个都是透过什么菩萨道 所以以菩萨道来讲的话 他在生死流中 是不是也一样可以感受到涅槃 所以也难怪说生死及涅槃 是不是 因为他这两者怎样共通起来 为什么能通 法性的问题 是里面因缘法的问题 把这两者怎样把它圈到一起 是因为怎样观的是这个生戏的因缘法 让这两者怎样连通起来 这个也就是一种包容的心胸跟度量 气象万千是不是 他愿意生生世世 为苦难的人间献出什么正觉之因 让我们众生有机会觉得很清楚而明 看得到我们的这个行使的这个节制 好 所以这以上所说的是属于涅槃的一般意义 224页 涅槃的一般意义 一个就是什么 断货者的涅槃 那其实这个断货 当然透过声闻也是透过用断货的方式 那先得有余依涅槃 那如果是菩萨道说实在是断出货 不断细货 是不是 他是断出货 一样可以感受到什么 涅槃的法味 在一方面呢 也因为断货之后呢 涅会进爆会洗 因为他这是一连串的嘛 是不是 他是一连串的 所以要连起来的话 流转门也因为一连串而流转 环面呢 也因为一连串的断就 一个断了之后 其他后面自然断 很像我们说 这个手上戴的念珠 对吧 他也是一根线 然后串起几十颗念珠在这里面 只要给他一刀 是不是全散掉啊 只要给他一刀就全散掉 所以以这个来讲的话 断在这里最快 不是断在后面 要断在货 货如果断 涅就不会下来 是不是 剪他一刀就好了 整个就散掉 我们就是一直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一直在那边转 所以一个就叫流转门 一个叫什么 环面门 环面门 所谓的环面门就是要断 关键在哪里 在我键 货 里头最大的问题就在我间 好 那么第二百二十八页 涅槃的深究 这就再深一些了 再深一些 第一个呢 叫做运苦永息的涅槃 第二个呢 在二百三十四页 二百三十四页 叫做身心转移之涅槃 两种 那么可以对我们三十九页 有没有 三十九页的讲义 运苦永息之涅槃 运苦永息 那么以运苦永息的涅槃呢 里头包括两者 三十九页 三十九页 看到一个二有没有 修持悲怨无尽说 这个是运苦永息的第二个部分 那运苦永息的涅槃 第一个部分在哪里 在二百三十一页 有没有 二百三十一页的 倒数第五行的下面 有没有 曰体症的现实已畏缩 所谓的现实就是相跟性的问题 它其实是一畏的了 只因为我们的执着 而让他变成不是一位 变成多位 所以现实 现实其实所谓的现就是在于什么 相 实 实在什么 性 所以运苦永息的涅槃 它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从体的这个现实一位所来看待 第二个呢 就是从修持的悲怨无尽来看 那么都各分了什么 身闻菩萨 身闻圣跟菩萨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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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回头看我们的二百二十八页 这个等于是在讲这两者之前呢 那么其实导师做了很多的解释 而且这解释实在 觉得实在太棒了 帮助我们去深究 何谓涅槃 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我见 这都没问题了 都是一位迷于无我的什么 愚痴 就是说本人应该是无我 我们却搞不清楚 都以为有我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老师一起颠倒 无常计常 无我计我 对不对 是糊涂的 所以这也说 唯有无我的身会 才能够怎样破除 破除什么 我见 所以有圣身的这个空会 所谓的空会 是不是透过性空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法性空会 法性空会 让我们很深沉 很彻底的理解 我们所执着的这个我 它不过只是一个现象的现前而已 但是我们所献出来的我像 是不是千变万花顺息万变 很多人都说 师父好几年没见 你都没变也没老 这其实 有时候是善意的谎言 怎么可能呢 如果我们深沉的知道 这一切世界是无常的 是苦空无我的 那我们也不会说乐陶陶 对不对 平常我会听得好听得很高兴 高兴了半天说我都没老 那那个都是表象的事情 对不对 深沉的我们是不是要知道我吗 毕竟是怎样 是无我的 因为信空的缘故 对不对 也透过信空很深沉的告诉我们自己 这个我们是信空的 是不可能不变的 必然会怎样 生老病死的 那么如果说要防止老化 当然会有生理上的防止老化 还有心理上的防止老化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常说 多用阿弥陀佛 可以少用密斯佛陀 从心灵去下手 也是可以的 因为从阿弥陀佛当中 我们所追求的就是无量光 无量寿 就是无量的寿命 然后法身会命无尽的延续 所以我们说能够破我见的话 就能够体会到什么 人生的真理 获得大自在 我们知道自己一定会生老病死 不管人家怎么样子夸赞 我们也不会在那边起心动静 有时候一旦有夸赞 其实也会有毁谤 你不用担心 背后还是有负面的话 不要听到正面话就很高兴 其实必然也有负面的话 那我们凡夫众生 就是在毁育当中怎样 跟着祈福嘛 文姬祈武了 是不是 所以不得自在 当我们很深沉的去认知了这些的时候 其实我们了然自在 因为我们内心是清楚的 是明白的 我们就不受什么 外境来左右 所以我们说 如果能够破我见 才算是体验到人生的什么 真理 也就是说 所谓的无我是人生的真理 这个无我是不是从法性空会来的 那才能够怎样获得大自在 所以这个也是现身所修验的 也是圣者所能够怎样确实证明 所以等到此生的暴体结束后 就不再受生死果 这里就会入涅槃 就比方像应孙导师 如果他要入涅槃其实也不难 对不对 只是他的悲愿会促使他再来人间 因为他行菩萨道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行菩萨道 他必然具有什么 身文的基础 对不对 菩萨本来就是要具有五圣共法的基础 三圣共法的基础 甚至菩萨道他才还能够到了 所谓的什么大圣不共法的基础 的那个高度 所以呢 其实要入涅槃 为个人其实很 要入涅槃不是非常 当然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说行菩萨道 为众生其实他更加的可贵 好 那么 这里也讲到说 就像释迦牟尼佛 他也八十岁一样入了涅槃 那再进一步去推求 就比较不明白说 那入涅槃到底去哪里 正人涅槃又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的疑问 关于这个部分的佛 很少讲到 总是讲说 死生怎样延续 怎样断烦恼 怎样正涅槃 那么至于入了涅槃 到底是什么样子 说了 原来是不用说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什么 绝诸细论的 而且说了也不容易明白 那老师用一个比喻说 比方就是一个生盲的人 生来就瞎了 他到一个著名的眼科医师去求医 说一定要问个明白 如果眼睛能够明亮以后 到底这个世界长什么模样 医生怎么去解说 如果你的眼睛能够恢复你的视力的话 你看到的世界是怎样怎样怎样 对他来讲 因为他毫无经验 所以他也没办法去想像 医生可能说了一大堆 他自己想像是不是又是另一堆 那只要肯接受医治 只要眼睛能够明亮起来 是不是自然知道 其实是很自然 何必做无谓的解说 本来是不必要的 但是如果一定要问到明白了才肯就医 那么他的眼睛可能就永远都 没有恢复光明的这种因缘了 所以往往其实我们也不见得要 那么样子的明白说 到底涅槃后是什么模样 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也无从想像 不过是可以揣摩可以想 可以透过揣摩 可以修正我们的路线 倒是我觉得是可以 check我们的心态 还有我们的这种学习的过程 对错与否 因为涅槃从无始生来 因为我们都在生死当中转 所以未曾正德 所以入涅槃这样子的一个境地 说是怎么想也想不到 要怎么说也说不明白的 就像生盲者一样 那尤其佛教是一个重实验的 执政的 只要依着佛陀的教说 能够断烦恼 能够去除我们的我见 能够断这三节当中 尤其这三节当中 是不是我见是最难的 其他仪跟这个借进取见 都还比较没有那么困难 那么照正真如的方法去休息的话 其实是自然会达到自觉自证 不需要再说明 但是呢 我们说我们凡夫的心境 实在距离这个圣境太遥远 无法推测 也不容易说明白 但是世人很愚痴 我们总是这样咯咯地 一直说 总是告诉我们吧 没关系 我们来想象看看 总是要怎样做多余的结问 所以佛陀呢 也因为这样子 那么也做了一个辟语 佛陀拿了一个火 用蜡烛点了火 然后这火 手一扇火就熄掉了 佛陀问弟子说火到哪里去啊 所以这也不能说火到底是什么情形 也不能说火到哪里去啊 是不是 那要怎么说呢 为什么有火 原生出来的 是不是要众多因缘才生出那个火啊 也要有人拿着蜡烛 也要有火柴去点火 或者要打火机 是不是 这边好几种因缘啊 但是点出来之后呢 它不是永远不变 它就是一直在那边晃晃晃晃晃晃 好 那么如果有人这么守一扇 其实它的圆灭了 就只是原生原灭的问题 不是去哪里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 其实就是原生原灭啊 我们在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好像有来去耶 我们从五十节的素食来到现在 我们还要去到什么无尽的未来 似乎好像有来去 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如同这个火一般 众缘合合而生 众缘离散而灭 是不是 就好像这个火一 这个手一扇火就灭掉嘛 我们的四大甲合生出了我们的这个色身 对不对 一旦我们四大一大不 四大不条就开始解体嘛 到四大合不起来 它离散掉 是不是我们的色身就消失了 其实我们想火比较容易 火不是从哪里来不是去到哪里 就是原生原灭 我们的色身是不是也如此啊 其实就是原生原灭啊 所以说生死灭了正入涅槃 还要问什么样子到什么地方去说 实在也本来不可以说 但是还可以 倒是实在太厉害了 还是再度的说明 不然这些我们真的我们会觉得解答不了的 所以我说看这段我真的感动了好几个月也是这样 是让我们很正确的去认知更深沉的问题 虽然我们所想象出来的不一定完全吻合那个涅槃的境界 但是起码我们还有积可循啊 所以一个是从火来看待 是不是我们可以舍离这种来去的问题啊 指是什么 原生原灭 不止火是如此 生命是如此 是不是一切都是如此啊 所以以中论来讲的中观就讲 非四生啊 就是不是自生 也不是他生 对不对 也不是什么 这个无因生 也不是共生 都不是 那是什么生 原生 对 没错就是原生 但是一旦原生是不是都要面对原灭 就是要面对原灭 原生原灭 所以我们说这原生原灭 是不是就是看到里面的这个因缘法啊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就这个笼统的外相表象 要看到里面的什么种种的因缘 而且还不仅是我们看得到包不包过看不到的部分啊 有这样的一盆花是不是还要有人来插啊 有人去买啊有人种啊有人什么啊 不是只有这样子的一盆花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去透视它 那么就是透过种种的因缘来观照啊 好我们休息一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